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了家庭版的大油条 全程零技巧,零难度 刚出锅,表面是酥酥脆脆的 学会了,我们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准备中筋面粉500克 加入6克盐 5克白糖 6克的油条粉 大碗中打入一颗鸡蛋 加入260克的清水 搅拌均匀 搅拌好的蛋液水,倒入在面粉中 继续搅拌均匀 搅成这种大面絮状 加入食用油20克 下手揣面,千万不要揉 来回折叠揣面的方法 把面揉成团 用这种反复插叠揉面的方法 不要像平时揉面 压不出去的时候 这样就可以了 面变得发硬了 盖上盖子,盖上10分钟 10分钟之后 再来揉一次面 同样的手法 先压 先压 再叠加 反复揣叠 重复这样的动作 反复揣叠 直到面压不出去 然后把它卷起来 揣好的面放在保鲜袋中 自然饧至半个小时 按板上撒一些干粉 取出饧至好的面团 接口朝下 面团的表面也撒一层干粉方粘 扯住面团的两边 轻轻辣伸长 用擀面杖擀薄擀长 擀成厚度大约为0.2到0.3厘米的长面片 然后切成2厘米的宽条 切至的过程中 先下刀尖 再下刀割 用筷子沾上清水 截一条 打成一条水线 注意 打这水线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水拎到哪都是 一定要在面片中央的部位 直直的打成一条 拿起没打水线的面片 重叠在打水面片的上面 看一下 先拎起了一个面片 从一头给它往过顺 这样两个面片长短一样 用一根筷子 在两个面片的中央部位按压下去 注意哦 这个筷子一定要干的 不要湿筷子 按压的部位 也就是我们刚刚打水线的位置 正中的部位 锅中放油 油温一定要打到七八成热 看一下 放下一双筷子 立马起密集的小泡泡 这个油温一定要热 取过一个油条生坯 轻轻拉伸长 放入锅中 油条 油条 立马给它翻动 看到有不值的地方 我们给它缩一下形 炸制的过程中 我们会看到两根油条 随着油温的升高 会变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蓬松 反复翻动油条 大约炸至二分钟左右 看到两根油条的表面 全成这样的金黄色 即可控油捞出 将人们看一下 这样制作的大油条 蓬松轩软 则法超级的简单 整个过程零难度 看一下里面 各个都是大空心 好吃 好做又简单 喜欢的您 也动手试做吧 海贱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